你见过这么勤奋的猫吗 为了赚点零花钱 竟然当机拦车 那一只猫咪它为啥还缺钱呢 原来就在昨天呢 阿伟跟女朋友溜弯的时候 意外捡到了五块钱 正在阿伟窃息时 女友却让它看向一旁的流浪猫 阿伟看着手里的马内 心里开始痛苦地挣扎 这时一辆小碑碑经过 女友觉得流浪猫也太可怜了 可转头一看 阿伟竟然用钱买了冰淇淋 女友很生气 一把打掉它的冰淇淋 转身照顾起了流浪猫 阿伟当场衣帽了 为了让女友回心转意 阿伟决定赚钱弥补流浪猫 她开始摆摊卖果汁 路过的美女喝了一口 觉得还不错 可以转头 发现旺财在杯子里撒尿 美女当场就喷了她一脸 还顺带拿走了钱 没办法 阿伟只好去洗车 她在路口拦住了一辆大呸呸 车里的小姐姐看她这么可爱 便答应了 一顿瞎忙活 车总算洗干净了 可就在伸手要钱的时候 头顶的乌鸦拉了坨把吧 气得小姐姐又把钱夺了回去 阿伟很失落 她又看到别人当模特很挣钱 于是她也来面试 刚做好就露出了自己的六块腹肌 可谁知换来的却是一阵嘲笑 阿伟红着脸逃跑了 就在她心灰意冷的时候 突然捡到了一张彩票 阿伟中奖了 她把钱全部给了流浪猫 善良的举止 也终于挽回了女友的心 两只猫紧紧拥抱 女友还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可就在这时 一辆跑车接走了流浪猫 还带走了阿伟所有的钱 这下阿伟真的一谋了